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皇上 应周洪涝 百姓实不果腹 急需赈灾 还请皇上定夺 摄政王 怎么看 先拨十万两白银 由清差赶赴灾区 再建周鹏 旧气站 收容难民 十日后 再拨十万白银 做后期建设 照摄政王说的办 陈有做 照摄政王说的办 全部都照摄政王说的办 无事 便退朝吧 臣请奏 撤去摄政王之旨 还政于新帝 朕还有很多事情 要向摄政王学习呢 清政之事谁都不许再提 臣 无事国贼 竟得歇尸天子 霍了朝纲 我好好的大蜀王朝 竟落到这番天地 老臣 愧对天 愧对先皇啊 老臣 老臣 老臣只有一死明治 太夫 可没有 今后 有谁再敢污了宣传殿的品 诸九族 退朝 王朝 不好了 这难忘法了 去 大蜀一灭 速速出来双香 临告王爷 皇上皇后自补 太子一直没找到 他可能是害怕和自己藏起来了 这样没骨头的家伙 也配当太子 接着找 是 快说 孩子在哪 不然老子把你砍伸八段 大人饶命 不用找了 骨在这 你小子白白净净的 跟抹了胭脂一样 你不会是宫女假扮的吗 要不小爷 给你咽咽身 律下 是 王爷 你就是大楚太子 主余 嗯 还挺有本领 留个全尸吧 是 王爷 大王好命啊 故事敢肖想王位 故事一辈子给大王当牛做马 大王放股一命吧 今天算什么 我下去可吃什么 一个小太子怎么得可赖 一个吃的 我们王爷有洁癖 赶紧给我滚开 幼稚 读到了 是 是 是吧 准备登机 皇上为什么不吃饭 来人 把做饭的厨子砍了 朕突然饿了 朕想吃了 饭真好吃 大楚国老皇帝孙残暴不多 你是不是东西 生的想叹死你 倒是有趣 我还以为早朝的事 会影响到你 看你吃的也挺香的 本王要去处理政务 皇上好好吃饭 嗯 太子 是朕没用 让你白白牺牲了 你放心 朕会逃出皇宫 光复大主 是这个娘 真不吃这个 这是虫子 不能吃 是虫子可怕 还是本王可怕 快吃 我不吃虫子 我不吃虫子 真不吃虫子 你在说什么 你在说什么 你梦到什么恶人 这么害怕 该不会是梦到我了吧 没有 没有 那你在怕什么 是真怕鬼 血血皇宫 制造杀业都是本王 就算有鬼 找不上你 你倒是有自知之明 时辰不早了 真要休息了 摄政王若是无事 便退下吧 为本王更衣 还是让我来伺候皇上 你要干嘛 过来 皇上不是一直做噩梦吗 本王陪你睡 朕突然不困了 朕要起来 半夜三更 你想做什么 朕想批奏折 你还想亲政 不不不 不是 西域先离一匹骏马 朕想去骑马 你有马高吗 还有 你今天说的话 是忘了吗 是啊 一个傀儡而已 只能听话 淳于忍住 苦心人天不负 我心肠胆 三千月夹可吞舞 睡觉 你的腰比女人还稀 怪不得吃那么少 朕还没展开 展开了就不稀了 身子也这么软 跟面团捏得似的 看来的确需要加强锻炼了 骑马的事情 本王允了 朕 朕其实不太会骑马 本王亲自叫你骑马如何 不用了 你身上好香啊 莫非 糟了 这不会发现了 莫非你偷用了女人香粉 朕还是不习惯与人同床 说朕王若是喜欢这儿 那朕却偏电水 那你去 看会不会有一只鬼 又让你吃虫子 朕不去了 朕不去了 睡觉 长得还挺可爱 皇上 您昨晚睡得很好 小元虫果然是个傻型 有他睡在旁边 连猎鬼都不敢 怎么是长福 真的长福呢 回皇上 早朝已经结束了 什么 朕还没有去 早朝就结束了 那以后 朕这个傀儡是不是都不用出现了 皇上 皇上 你怎么了 要不要老奴帮忙传太医 不不不 朕 朕想去骑马 朕身为一个皇帝 不能连马都不会骑 朕要做摄政王认为好的皇帝 王爷 自从太夫撞住之后 这个小皇帝被吓得精神恍惚 有点不太对劲 王爷 咱们不妨让他病得再重 老奴帮忙传太医了 小皇上还有用 我还需他去安抚救陈 王爷 还有事吗 没事退下吧 王爷 皇上呢 皇上 骑马去了 深更半夜 皇上还真是好哑笑 摄政王你看 正会骑马了 大头 停 快来人救驾 这就是你说的会骑马 我不是为了讨好摄政王 你以为正想骑 真的屁股都被颠成两半了 有话直说 别在心里面偷偷骂本王 没有没有 这哪敢啊 看来这骑马真是学不会了 这真没用啊 陛下不必妄自飞驳 本王亲自教你 慢点 慢点 哎呀 快放这下来 真害怕 本王不会让你掉下去 快停下 这可是男人啊 这可是男人啊 啊 你受伤了 刚刚明明是皇上主动亲上我 本王还嫌恶心 从小到大 本王喜欢的只有女人 昨晚多谢王爷 王爷喝茶 你是想烫死本王吗 没有没有没有 然后亲自批语奏折是吗 朕给你吹吹 没想到这小皇帝 也有这么可爱的你 现在不烫了 吴氏献殷勤 你要干嘛 这 我王爷你知道的 朕一直都无欲无求 只求王爷不要杀朕就好 本王可以答应你 暂时不杀 皇上这是 看上哪个宫女 没有啊 王爷喝茶 这茶里面是有毒吗 值得你一杯一杯的灌奔吗 怎么会呢 正喝给你看 烫死我了 你怎么还在这儿 奴婢 奴婢放心不下皇上 皇上放心 奴婢也将鲜物送出去了 这是父皇留给姑的遗物 能号令藏在四方山里一只神兵 你千万要藏好 带出宫去 既然都逃出去了 你回来干什么 赶紧走赶紧走 奴婢不会走的 赶紧走啊 皇上 奴婢不走 被子里被子里 快躲起来 王爷怎么来了 当然是来陪睡来了 啊 今晚就不逃扰王爷了 是本王伺候的不好 还是店里有其他人 来人 这个妖妹祸处的宫女 拖出去砍了 是 朕在这儿 谁敢 你连自己都保不住 还想保一个宫女 我走 是 皇上 停下 要杀他 要杀他 先杀朕 朕如雪剑于此 天下人 必定是你为造反的奸臣 朕倒要看看 你这王位 做不做的稳 你 你竟然为了一个公 我 想不到 皇上是如此刚丽 是本王以前小瞧你 不愧是大楚一姑 有种 走 皇上 您怎么样了 都是奴婢不好 连累了皇上 朕还以为 小羊虫不会被吓走 父皇的一命还没完成 朕还不能死 先皇在天有灵 会保护皇上的 皇上 玉牌可一分为二 另一半 在奴婢身上 四方山神兵 会想办法保护皇上的 皆使玉牌合二为一 便可号召神兵 夺回天下 太好了 朕要夺回江山 让萧渊虫 扶朕 皇上 摄政王有权 摄政王 摄政王 不能乱 不能晃 摄政王 你是不是喝多了呀 你不是喜欢女人吗 你抱错人了 既然知道是本王 就别惹本王生气 真知错了 拿错了 鬼知道拿错了 想不到 无妨 到床上慢慢醒 快放朕下来 再就 杀了你 朕知道错了 朕不应该以死相逼 摄政王 给朕一个机会 嘴上说错了 心里面早已经把我千刀万剐了吧 怎么会呢 真对摄政王 十分敬仰 不可能 既然知错 那便要赔罪 你准备怎么赔呢 只要朕有的 摄政王想要什么 朕都可以给你 我想要你 奴婢没用了 想您受委屈了 皇上 您想哭 就哭吧 朕哭什么呀 朕高兴还来不及呢 皇上 在奴婢面前 您就不必故作坚强了 你必知道 昨天晚上 您的真结 已经没了 摄政王想要什么 朕都可以给你 我想要你 这死果然是个断袖 怎么办 身份要暴露了 只能赌一把 王爷 原来你喜欢朕啊 那朕好 本王又休息了 昨天晚上啊 什么事都没发生 可我看摄政王 看皇上的眼神不对 他好像随时要把皇上吃了一样 你放心 摄政王还算是个传统的男人 他不可能接受自己有断绣之品 再说了 朕喜欢的是你呀 软软 皇上 好大胆的宫女 青天白日 数次勾引皇上 皇上之前不是跟我说 不喜欢你的吗 难道是在骗的人吗 弗乱恭维 对不起 摄政王 李老 朕求求你 放过他吧 只要放了他 你要朕做什么朕都愿意 想不到皇上还是个大秦者王 来人 在 把这个小宫女带下去 好好看款 是 只要皇上乖乖听话 我不会伤害她的 传令下去 三瓶以上官员之女 三日后进宫选秀 选秀 我有个女人 怎么重新功夫 我没那配奸 皇上 摄政王 这是最后一批秀女了 不是太胖 就是太 这长得好看的吧 就是太瘦了 你是故意的吧 这么快就被发现了 依本王看 皇上是挑花了眼 那就让本王 随便为皇上挑一颗 就他吧 太过强悍的 我怕皇上控制不住 这种体 正好与皇上相配 你们先下来吧 你看他身体不好 要不还是算了吧 皇上已经成年 选费也是理所应当 该不会是 工人没有教过皇上吧 教 教什么 看来是没教过 那本王亲自做的 天啊 这中宫图 本王有没有和皇上说过 皇上很好看 没有啊 真是男人 王爷这样说 未免不妥吧 不 王爷有话就说 别对真动手动脚的 大家都是男人 让别人瞧见了不好 皇上是不是真男人 今夜便可见分枪 皇上 娘娘洗干净 今晚会在床上候着 事关皇家血满 势必皇上记得带出来 你就是英国公府的二小姐 徐锦月吧 朕发誓 朕绝对不会动你 一根汗毛的 皇上 是闲情成精 朕这招不保夕的 怎么能去拖累别人呢 不过你放心 只要徐姑娘未破身 与朕便不算负气 以后英国公烧家运作 定能让徐姑娘 安全送出宫去 皇上 真的愿意放了臣妾 嗯 皇上 摄政王那边 要不臣妾去 皇上 你怎么能为了锦月 伤害万极之躯 一点血而已 没事 只是摄政王那边 还望徐姑娘配合一下 见过王爷 屋里有动静吗 已经开始了 皇上容金呼蒙 徐姑娘叫得好 那是 王爷心怒 是本王小看你 皇上 你不要那么着急嘛 哎呀 正等不及了 快点 哎呀 你弄到人家了 起来 啊 嗯 嗯 说着我 你怎么来了 本王突然觉得 选费游戏一点也不好玩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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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嘴了 对 嗯 嗯 算了 全部都走 本王带你去洗干净 嗯 啊 你放这下来 放开这 放开这 你竟敢对这无礼 我对你无礼又如何 你能奈我何 我对你无礼又如何 你能奈我何 皇上想在这里洗澡 也为什么不行 两人 有一桶抬进来 摄政王请自助 我伤乃异国之君 这样做会不会太过分了 我走 滚 陈妾已是皇上的人 陈妾不走 倒是摄政王 您将臣妾许配给皇上 如今又这样做 到底是为何 是不是多了 皇上是来人 我到底想验证什么 来人 给我找个女人 给我找个女人来 是 用过功夫三小姐许之渊 见过王爷 王爷 上奴家来伺候你吧 谁允许你碰本王的 王爷 王爷 心怒 奴家只是想伺候你而已 徐姐 免以为嫁给皇上 你就能压我一顿 这个才是最有趣的事 你都这个小皇帝埋葬了 王爷 王爷 下奸东西 也该碰本王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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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扔面 王爷 心怒 我是 我是用过功夫三小姐 我姐姐 我姐姐是月皮 王爷 要是她知道我出事的话 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王爷 月皮 是 皇上喜欢你 是 是 也许留在宫中是 是 月皮 你身子虚 多吃点 皇上对月皮 可真是无微不至了 只是每次误国 皇上千万别忘了 自己的身份 说起来 这月皮 还是王爷赐给朕的呢 朕感激不尽 既然皇上喜欢 那本王再送一个 袁平 还不赶紧出来 伺候皇上 是 二锦 以后 咱们便效仿鹅皇女鹰 必同伺候皇上 三位你 皇上 真不可 皇上 皇上 臣妾闷手闷脏 臣妾不是有意的 你 皇上饶命 来人 拖出去 是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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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他也不是有意为之 还望皇上饶他云 去把药拿过来 是 王爷 药拿来了 放着吧 是 疼吗 嗯 你要是疼 就喊出来 本王不会嘲笑你的 真不疼 英国公是大楚旧臣 他的女儿又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们也不好交差啊 我们 那没一礼 明星 你 你 别打了 不 老婆 本王虚拟冤瓶 是让你分宠 再敢自作聪明 不是挨一顿板子这么做 做好你自己分内的事 今天晚上 把许锦月带到承恩宫 王爷 你是看上月瓶了吗 本王的事 还轮得着你白管 皇上很怕补啊 没有啊 皇上身板瘦肉 没想到 是个真名 月瓶的滋味 听说女人都喜欢咬人 不知道月瓶 可以咬过皇上这 王爷 马上上朝了 等下完朝 朕再跟你细说 皇上 王爷 吴公公你曾在外面 候了多时 姐姐 请喝茶 我已经把秦哥哥让给了你 是你自己留不住他 与我何干 我来此 原想劝你离开 如今看来 你是听不进我说的话了 你能得到的东西 我也能 即便是与虎谋逼 也绝不会被你们瞧不起 来人 把他送到陈恩宫 行了 小皇帝碰到你哪了 忘了是吧 那本王便把你的皮 一寸一寸都剥下来 没有 皇上没有碰成筋 我们什么都没有做 当真 当真 是臣妾不愿意 皇上没有强迫臣妾 我的手工杀还在 王爷 王爷 东陵国三王子 桑天宁 求见陛下 参见皇上 平身 平身 本王此次前来 是想请皇上开放关口 嗯 与我们东陵国 互通贸易 特别是 粮食贸易 哦 有什么好处啊 我们愿与大楚 劫情敬之好 只要本王在位 就绝不与大楚为敌 既要我们的粮食 又要娶大楚公主 这笔账怎么算 都是大楚亏了 哼 摄政王 您不妨先看看 本王的聘礼如何 三王子还真是 下了血板 不会把整个 东陵国搬空了吧 我们愿举半国财力 迎娶大楚公主 皇上以为如何 三王子很有诚意啊 我看三王子 是觉得本王好糊弄 你 摄政王 这张礼丹 别说是娶一个公主 就是买下一座城池 谁都绰绰有余 更何况通关贸易 更是互惠互利啊 如今东陵国 旱灾严重 你们非但不感激 大楚没有落井下石 还要我们卖粮 养虎为患 皇上还未发话 摄政王怎可越祖带庞 皇上 您觉得 正觉得 摄政王说得不错 告辞 等等 来都来了 不妨在大楚多住几日 领略一下大楚风光 属下来吃了 滚面铁剂 属下凌峰 见过皇上 你可有方法救朕出去 有 半月之后 东陵国使者来朝 摄政王并会放松警惕 属下 属下见您出宫 看来 使地成熟 谢皇上 我看你个三王子 眉来眼去 你是觉得他好看吗 没有没有 好看 好看 算你有眼光 王爷 朕已经听你的选完妃了 能不能放了阮阮 我还以为你有了新欢 忘了那丫头呢 阮阮从小与朕一起长大 情童兄妹 既然情童兄妹 那便让她去东陵国和亲吗 和亲 开什么玩笑 皇上 这是我们东陵国的梨花白 请您尝尝 三王子半夜约朕来此 是不是要与朕说一些事情呢 比如说 要把什么人带出什么城去啊 皇上你是在暗示一下什么呢 皇上这腰比女人的还细 怪不得能迷倒硝渊虫 今天在大殿上 见到皇上世人 我就觉得奇怪 这皇上身上 怎么会有女人的响气 找死 敢对皇上不敬 本王方才喝多了 多有冒犯 还请皇上息怒 他们两个 果然如传闻中所说 非别寻常呢 你竟然敢对皇上不敬 他是不是占你便宜了 没事 没事 这没事 放下放下 滚 王爷 你别生气了 东林三王子 这半夜三更喝酒 这本来也不想去的 那你为何又聚了 这 你们还聊了什么 什么都没说 真的 想必是这三王子 在这屋中寂寞 不如 让阮阮去伺候他如何 不行 绝对不行 三天 只有三天 郑求你了 放过阮阮吧 我给你三天时间 让本王改变心意 你说 要讨好一个人 应该怎么做 定然会投其所好 不知皇上想讨好的人 有何爱好 他们 喜怒无常 朕也不知道 他对什么感兴趣 这样的人 想必定然经历了 许多挫折磨难 心早已冷酷坚硬 或许帮他做一场梦 会让他动容 做梦 臣妾知道 好 这些都是你准备 当然了 王爷喜欢吗 都是红小孩子的模样 王爷的心 怎么像块石头 怎么都无不热 好美的阴护虫啊 若你是女子 他日本望登基 必让你为好 可惜朕是男子 让王爷失望了 你 谁 什么事 这 拿下车 啊 虞义 我会保护你 为什么要保护我 我明明是敌人 王爷王爷 皇上别怕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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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的衣服都被写进湿了 是臣妾帮皇上换的 你都看到了 皇上放心 臣妾不会乱说的 只是瞒得了一时 瞒不了一事 万一被人发现 这哪还有一事 不过是如履薄冰 过于算雨 萧原虫呢 狗皇帝 你给我滚出来 王爷就是因为你 至今昏迷不醒 今天我就要杀了你 替王爷报仇 这 替王爷报仇 吴将军 皇上若是有三长两短的话 摄政王不会放过你的 简直一派胡言 我与王爷在战场上那是过命的交情 他怎么会因为一个傀儡定罪于我呢 你给我滚开 不然 我就属下吴秦了 吴将军 摄政王已经醒了 正让您过去呢 狗皇帝 我且让你再多活几时 你的账 秋后再算 皇上 微臣有钥匙禀报 去望仙楼 明风 今晚的黑衣人是你部署的吗 是不是出宫时机到了 皇上 此分是东陵国所为 目标是摄政王 僧天宁 此人心很熟辣 约皇上喝酒 只是为了试探摄政王对您的态度 只要有三分把握 他也会果断出手的 倒是个干大事的人 不过 他此分刺杀了肖渊虫 想来目的已达到了 剑上有毒 肖渊虫 也有意与东陵国结盟 只是 他看上了三王子的铁矿 三王子 只能铁而走险 桑天娘想用解药 与肖渊虫做交易 和亲当日 就是我带皇上 迷宫之时 摄政王 三王子到了 听说 昨夜宫里出现了刺客 摄政王 无碍吧 你的人刺杀本王 也不知道 那些刺客跟本王可没关系 摄政王可别冤枉我 不过 王爷身上中的毒 本王倒略有耳闻 听说 三日之内无解药 必死无疑 废话少说 讲哪过来 这解药价值连城 不知王爷拿什么交换 林茵 贸易通关 我答应你 摄政王就是爽快 不过 这公主啊 得由本王来挑选 王爷您看 这只是一个宫女 不是公主 欢迎客 这整个朝堂 都是摄政王您说了算 您说她是公主 她便是公主啊 老奴真的不知道皇上去哪了 来人 拖出去斩了 饶命 饶命啊 皇上你可算回来了 救命啊 王爷 您醒了 你去哪了 看起来很高兴 这 真去求了个平安符 给我看看 真身上就这一块鬼没配了 半块平安符 有意思 谢谢平安吧 这平安符 可是朕特地去求的 保摄政王早日康复 也不枉本王对你一片之气 吴正来过了吗 有没有吓到你 没有没有 以后别再乱跑了 王爷 来人 把桑田年的王冒钢子 给帮我找来 软软 你可有心事 没有没有 对不起 无妨 能得姑娘主动投害松包 是 你是谁啊 我要走 姑娘还被你知道我是 这是我带一家 岳平的兄长尚未婚配 朕做主将你嫁给他 你可愿意 皇上 皇上 您不要努力了吗 傻瓜 朕怎么可能不要你 只是在这宫中 朕护不住你了 岳平那位兄长 朕见过 以表堂堂 不久后便要外放做官 朕才放心把你交给他 宫女软软 接旨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宫女软软 忠心护主 与皇上情同兄妹 特赐封 安平公主 亲此 朕没搬过这道纸 皇上 您别为难咋家 咋家也是奉命办事 好 爷末 朕也要搬到上纸 应国公府 大公子许少轩 接旨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许家公子 人品贵重 今有公主安平 二八年华 正好婚配 特赐二人 三日够成婚 亲此 谢皇上 慢着 皇上既然已经答应 与东陵国联姻 请能将公主另驾 这大楚公主多得是 不会亏待孝王子的 本王要的就是安平公主 圣旨已发 君无戏言 堂堂大楚国出尔反尔 本王记下来 生气了 朕岂敢 只是摄政王堂堂大丈夫 答应了别人 却又反悔 朕少人看不起 本王不知道 向皇上许诺了什么 你既答应放软软走 为何封他为公主 难道不是想送去和亲 圣旨已下 他不是要嫁入 英国公府吗 有了公主的偷衔 英国公府 应该不会亏待他吧 你 你是故意的 这织造坊的衣服 做得确实不错 只是朕 怕是没机会穿 皇上 这里没人 你不如试穿看看 这 算了 皇上 你做了十六年的男子 难道不想穿一回女装吗 还是算了吧 你尽管去换 我来替你守门 快去吧 快去吧 怎么了 是不是不好看 真去换回来 不 很好看 将来不知道谁这么有福气 能抱到皇上没人归 见过射的皇 怎么都在外面 我来 你先去躲一躲 我来应付 见过我们 皇上去吧 大白天的女子在屋子里面干什么呢 皇上 皇上身体不舒服 不舒服 不好了 皇上不好了 洞灵国三皇子带着宫女软软跑了 什么 什么 我震一下 震腿软 刚刚这是好险 吓死震了 震腿软了 让震靠一会儿 报 皇上 整个皇宫角落都找遍了 都找不到软软姑娘 还愣着做什么 赶紧找 是 皇上 软软怎么会和东灵三王子一起消失 这回主要兵力估计都在找三王子了 不行 朕得去找萧渊冲 我也去别处寻习线索 云尔 是不是你把软软给藏起来了 姐姐说什么呀 别装了 在事情闹大之前 快把人给放了 我这耳环 不知何时一失了 怎么在姐姐这里 这是在软软失踪的地方找到的 软软到底哪里得罪你 你要这把害的 姐姐说认定是我 去告发我便是 单凭这耳环 我可不认识 皇上把软软看得如妻妹妹一般 哈师祖 我们都急疯了 以为你是什么东西啊 单凭一个耳环 皇上能要了你的命 皇上不能进呢 滚开 干什么 如征 是 王爷 王爷 朕有事要说 要见本王 何须这么大阵仗 皇上可知这剑 能伤敌 亦能伤己 王爷 求求你救救软软 区区一个女人而已 她能与东陵国的三王子相比吗 皇上 若是无事的话赶紧回去吧 别在这儿爱我们王爷的事 你先下去吧 按计划相识 可 可是王爷 桑天宁的生死关系到两国邦交啊 您不亲自去吗 她的死活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是怕东陵国吗 是 王爷 属下明白 王爷 求求你救救她吧 那宫女 竟然能得到皇上的重刑 真是三世有幸了 这是去哪儿 去阿法利 这里草木这段 上面有些干涸的血气 谁让他们 应该在这里激烈地抵抗过 还是很激烈 他们都是一路的 这还是你第一次主动拉我 谁稀罕啊 我又没说不能拉 放回来 当心我生气 公公 你听说了吗 在清河宫当差的小鹅 被冤屏仗毙了 小鹅怎么得对了冤屏呢 一如是冤屏 掳走软软的时候 被小鹅看见了 皇上的人他都敢掳 咱们更要小心活命了 是 是许之渊 掳走了软软 不行 我现在就去找他 皇上 冷静一点 许之渊是王爷的人 该不会是你指使的吧 许之渊是王爷的人 该不会是你指使的吧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王爷知道桑天宁喜欢软软 所以故意 让许之渊掳走软软 疼 疼 疼 我捏死你都轻而易举 更何况一个小宫女 你下次坐实时起 可不可以动脑子 我错了 既然你这么三亿这个小宫女 过来 有血迹 肯定是有人受伤 王爷是来找家要记录的 只要渊瓶的名字在上面 他就休想抵赖 你是鸡蛋做的吗 青春一插 就这么明显 这没事 王爷 不找家要记录了吗 他有没有受伤 直接去看看不就行 那王爷来他一处干什么呀 这月轻浮过 我心神追 带上来 本王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 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留你一个全尸 第二 乱棍打死 丢到乱葬了 任野口分屎 陈妾一个都不选 王爷 朕听说 朝狱里 有很多让人生不如死的情剧 朕还没有见过呢 不如今天 就让朕见识见识 好啊 来人 她的手脚已经没用了 先废掉 不要 不要 王爷 如果让臣妾单独和渊儿说几句话 臣妾保证让她开口 从小到大 你事事都要与我争 我与秦大哥两起相怨 你便用自毁清白的方式嫁给他 我入宫选秀 你也偏要入宫 后宫险恶 你落到如今这般地步 是咎由自取 看我落魄至此 你很得意是不是 薛静 我告诉你 我是不会向你低头的 你休想从我的嘴里掏出一个字 你错了 我今天不是来劝你 趁你认罪之前杀了你 顶多是印国公府叫你无放 若是你与东霖三王子的事情抖了出来 那可是抄家灭祖的大罪 你怎么知道 事过留狠 你的心腹丫鬟全都招了 不可能 然而不会出卖我的 这是她的认罪书 二姐 二姐 我是糊涂 二姐 咱俩姐妹一场 你就放过我吧 二姐 去跟皇上和寿政王坦白 我会替你求情 王爷 是东霖国三王子 先找上臣妾的 徐之渊 你好大的怨心 要他还没给臣妾 直接可以把他骗出来 听说东霖使团被人杀了 三皇子没事吧 这不是你该问的 东西拿好 两不相见 来都来了 留下吧 这一路上舟车劳顿呢 人家不得好好招待一次 滚 皇上 没想到桑天宁 这么狡猾 竟然没来 退下吧 是 这就是你的妙计 王爷 追上他 在这 到了 就是这里 什么脏东西都往身上放 这个是玄香鼠 对木西香最为敏锐 来的时候 朕在冤屁衣服上 撒了这种香 他摸摸面人的时候 那人身上就流了这种香味 荣荣一定在里面 倒是甜松 公子 我刚才好在看着大楚皇帝了 不可能 他 绝不会来这事情之内 王爷 我刚刚看到那个人 好像桑天宥 显倒是天真 没错 他就是东陵国大王子 桑天宥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 桑天宥和软软 定是被他囚信 在这天课段里 王爷 王 说 王爷 查到了 是东陵的大王子 和三王子的内斗 现在 藏在后院的书房里 好 待会儿 等我号令 王爷 既然我们查到了 是大王子搞的鬼 那就让他们继续斗呗 这 也不关我们什么事啊 的确 桑天宁可以死 但是不能死在大楚的境内 王爷 属下不明白 东陵国 正属于旱灾 哪怕是鼎盛时期 也不敢与咱们抗衡啊 记住了 不管站在多高的位置 永远不要轻松 是 王爷 属下明白 你怎么在这儿 参见皇上 太好了 这次有你的帮助 我一定能成功救出软软 我去救人 皇上先行离开 不行 我一定要亲眼见到软软平安 这里太危险了 人关在会员柴房 房中堆满了火药 一旦引爆 整个客栈都会炸成鸡粉 桑天佑带炸药入境 他究竟想干什么 不行 我得去告诉萧原宠 皇上 不如我们 将错就错 先把容软救出来 等萧重渊去找人的时候 趁机把他给炸死 你是何人 不 不 不 把人放下 三王子 有些人 不是你该 皇上放心 人还活着 那就好 赶紧送他回宫吧 皇上 萧原宠 今日必死 我们何不即刻前往四方山 号令鬼面铁骑 杀回皇城 皇上 咱们的大鱼上钩了 所有人精力了 让他们一网打击 杀 王爷 这几个幕后黑手 被我抓到了 什么幕后黑手啊 你们抓住本王又何用啊 整个事情 全是我大哥干的 他们抓了我和阮阮 把整个客栈全部布满了炸药 你那个小皇帝也在这儿 你们赶紧去抓我大哥 不然大家都得完蛋 王爷 请速索离开此地 把他们押回去 还有 别跟着 我的杀无声 王爷 王爷 莲人炸药 萧崇冤和吴征一死 大楚便是我的囊中之物了 楚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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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错过这个机会 再想杀萧渊虫就难了 朕真的有这么狠心的杀死他 朕自有打算 时辰不早了 你快走吧 楚瑜 王爷 朕 朕 快放开朕 朕呼吸不上了 王爷 我还行 不放心啊 再看 双眼给你挖了 啊 王爷 你说什么 我的眼睛怎么听不见 我的耳朵怎么也看不清了 这是哪啊 软软在二号相反 本王以为你跑了 朕听不懂 朕听不懂王爷在说什么 你不是怕本王杀你吗 这么好的机会 为什么不跑 那 王爷会杀了朕吗 你要是乖乖乖待在我身边 可你今晚若是跑了 或者是你不知道 朕现在能站在这儿 还得多谢王爷 只要皇上乖乖听话 我保证 任何人都杀不了你 大胆射政王 竟然赶着皇上无礼 然然 是我自愿的 不不不 皇上 你不必为他辩解 不是 忍忍 朕真的没事 真没事 没事就好 血 血 忍忍 你跟东霖三王子 是怎么勾搭上了 早知你喜欢他 朕就不给你赐婚了 奴婚不喜欢他 奴婚也没勾搭他 是他 总是阴魂不散地纠缠奴婚 什么时候的事 你怎么不告诉朕 奴婚不想给皇上添麻烦 轻轻轻 轻轻轻 你是朕唯一的亲人 你若出事 朕怎么办 对不起 好了 不用对不起 你没事就好 楚护华卫 说着王有令 让你即刻回宫 皇上 你怎么是这副装扮 朕这次是偷跑出来的 不能让别人发现 报告 楚护卫 我要让您过去汇报情况 好 我知道了 放心吧 没事的 站住 你是谁 是本王的人 扔他上来 是 王爷 请吧 老孟 你说咱们王爷 他会不会喜欢男人吧 王爷是真汉子 怎么可能喜欢男人 之前在宫里 他看那个小皇帝的眼神 就古古怪怪的 到现在都不逼他自杀上位 现如今 把一个细皮嫩弱的小护卫 找进车厢 你说这算怎么回事 老孟啊 你回头搜罗些美女 给王爷送过去 我怕哪天 王爷看咱们的眼神都变了 出发 本王的心思就这么明显 连这些粗人都有所发掘 王爷 你别胡说八道 这玩笑一点也不好笑 既然是玩笑 行上何须在你 莫非 你也寄予本王 才没有 那你坐这么远了吗 随时 坐过来 拆坊里都是渣男 本王很好奇 皇上认怎能把人给救出来了 朕用了些迷药 你哪来的 还有那只老鼠 谁给你 我在太语鼠拿的 上次 上次咱们去的时候我就拿了 就想着可能用得上 本王还以为 皇上找了什么厉害人帮忙呢 怎么可能 朕身边不都是王爷的人吗 也是 不过 皇上这次到真上本王 另眼相看了 临危不惧 能扛大事 朕这顶多算小聪明 笔不得王爷大智慧 皇上聪明 实实物 真是越来越常人喜欢他 可惜是个男人 王爷 王爷 您算真是 您算真是 那 料事如神啊 果真有赐客 滚 好 朕去看看软软 不许去 朕已经擅自处罚了许之渊 王爷不会生气吧 汤的死活与本王何干 他不是你的人吗 朕听说他入宫那夜去过成功 皇上对本王倒是挺关注 他不是本王的人 本王压根没碰过他 皇上摄政王 许家大公子许少轩到了 见过皇上 见过摄政王 朕知道天下男人 把女人的名节看得极重 你若要退婚 朕便下一道圣旨 解除女儿人婚约 此事非安平公主所愿 臣不会因此嫌弃她 反而更心疼她 朕果然没看错你 软软 这是朕视若珍宝的姑娘 今日便交给你了 你若以后敢欺负她 朕定不会饶了你 其实臣多年前见过安平公主一次 姑娘 你是哪个公的 我是承恩公的 原来是太子的人 好一对苦灭鸳鸯 臣让本王羡慕 皇上是有什么意见吗 没有啊 本王要去按牢 皇上随意 等等 朕也要去 这三王子的事 朕还没找他算账呢 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 为何不放过阮阮 老虎扑石的时候 可不挑逐 卑鄙无耻 好像是有点 行行正让你死 楚楚记得了 神流日还有用 那个小宫女怎么样了 死了没有 你死了她都不会死 真没想到 你对他竟有几分真心啊 本王怕皇上问罪吗 人活着 咱们才好谈判 哦 你想谈什么 铁矿 他对战争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 否则本王的好大哥 也不会千里迢迢 费尽星期来追杀本王 不知王爷 有兴趣吗 有点意思 本王可以将铁矿 一半的所有权 转让给王爷 但本王要大主 开放港口 且住一万弹梁 祝我东陵 度过灾年 我本以为 你是要我把你送回去 本王若连这点能力都没有 便不配争夺 军令王位 行 冲交 站住 软软 你明天就要出嫁了 真真胜 奴婢也舍不得皇上 这新郎官真是好福气 娶了这么一位好姑娘 上次皇上本来是可以彻底离开皇宫的 可是为了救奴婢 没关系 办法总有的 可是这东陵国使者 为允许公主便离开了 没有婚礼做掩护 皇上你怎么离开 你别担心 朕会慢慢想办法 你先安心出嫁 我想好了 等会皇上和奴婢互换身份 坐上轿子离开吧 离家 这怎么可以 王爷 属下已经查到东陵使团的奸细 他就是楚氏皇族的鬼灭铁骑 看来传闻是真的 什么传闻 王爷 传闻楚氏仙族 曾在野民之地 养了一只铁血军队 名叫鬼灭铁骑 每年都会选出一批死士 送到皇室去 若有不难 可助后世帝王 光复河山 要不我现在就去 宰来那个小皇帝 看他们到时候拥护谁 不必了 既然冒出了头 何不顺腾摸瓜 帝王打架 那 王爷 你有什么妙计吗 捏住小皇帝 现在什么时辰 刚刚过了饮食 怎么了王爷 不好 立刻答应去拦截 安平公主的灵气队伍 是 看住 怎么了 怎么停了 外面发生什么了吗 宫里现在闯入了刺客 需要立即检查 请安平公主 嘿 可我还未加入英国公府 怎可先盖头 你觉得跟活命 急不急力 还重要 住手 住手 王爷 朕 拿性命担保 刺客绝对不在花轿中 还请王爷高抬贵手 你如此舍不得安平公主 不如 去国公府喝杯洗手吧 朕真的可以去吗 当然可以 本王可以带你去 报刑 这如今世道都变了呀 堂堂的射成王 居然与傀儡皇帝 相亲相爱了 老木 来一下 老木 老木 上次让你找的美女 找到了没有 真找啊 找什么样的 那不废话吗 我不跟你说了 让你找一个跟小皇帝长得特别像的美女 啊 小皇帝可是男人啊 皇上 王爷 你们先在此地休息一会儿 我先去招待客人 去吧 再过几日 徐少轩就要外放做官了 然然也就可以彻底离开京都 恢复自由之身了 你能向往自由吗 生在帝国 就如同在牢笼中 怎么不相往 更何况 朕还是亡国之君 好了 这酒也喝了 也也成了 走吧 我带你去个地方 这家馄饨很好吃 尝尝吧 好啊 那你快去坐着 我一会儿给你端过来 老板 两碗馄饨 老板 给我也来一碗 你怎么还在这儿 实在是担心皇上才铁儿左心 不行 这还不能走 皇上 你舍不得他吗 我记得你解释了 快走 你们聊完了吗 这馄饨还吃不吃 所有人天命 将这些反贼统统拿下 再见 上 下 小 好惨 我 交通小记 万门洞府 我上了 等到 帮我离 走 上 别上这 别上这 别演戏了 你们本就是一会儿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 看你们 把他拿下 等等 王爷 小皇帝惯会视若卖官 你可不要被他骗了呀 帮他们走 王爷 小皇帝羽翼未猛 看着跟个小猫似的 一旦拥有自己的势力 那就是一头猛虎啊 王爷 你可莫要羊虎为患哪 这是军令 是 王爷 你总可以 把他留下 兄弟们 别让盼贼跑了 追 别追了 把他押回去 是跟他一时一样的 是 王爷英明 走去了 他吗 曾死了 毕业是活开的 他们抓你做什么 他们 他们是谁啊 我又不认识他们 我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你要干什么 王爷 这是人家的医馆 怎么这样闯进来 不太好吧 你都受伤了 哪管得了这么多 把手拿开 没这么严重 王爷 朕不是跟他们一伙的 你 你信着吗 刚才那人 不像杀你 而像要带你走 朕也觉得奇怪 你知道本王今夜 为何带你出宫吗 本王听说 有一批 效忠皇室的死士 要把陛下给救了 本王就在想 为何不设一个局 让他们自投罗网 活不起人 朕 朕好像不知道 有什么死士 那接下来 本王要将这批 藏党余孽 全部杀 皇上没意见吗 没 没意见 皇爷 刚刚魂灯 逃跑的刺客 你抓住 在哪 到底说不说 嘴硬是吧 好 喝 喝死你 说不说 说 快说 够了 皇爷 我们什么办法不用了 这家伙 他就是嘴硬 不愧是死士 有无忌 本王查到 此人名叫林金 是鬼面骑士 送入皇宫的死士之地 不知道京城当中 还有多少这样的力量 南居在暗宫 皇上还要小心 朕知道了 招不住 他已经没有活着的架子了 明白了 王爷 等一下 他还有用 有何用 朕可以拿他当诱儿 引出他的同伴 再一网打尽 的确是个好主意 那别让他多活两日 父皇 母后 你们别走 你走个吧 都什么 别怕 来 别走 走 我陪你 走 我陪你 我陪你 源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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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别走 传单一 如何 回王爷 皇上有此多虑甘其欲解 为城开几副药给皇上调理身子便好 快去吧 遵命 你到底在担忧什么呀 没事吗 然然被迫出嫁 凌风也生死未卜 现在身边只剩下月瓶 一定不能让他出事 朕梦到父皇 拿剑要砍朕 说朕苟活于世 说朕不配醒出 朕还梦到母后 浑身是血要带朕走 朕真的好怕 别害怕 都是梦 想必是朕这么多年 从未去天国香火 你想去项火寺 真知道出不去这皇宫 王爷 可否让月瓶带朕去 好 多谢你 多谢你 奉天成运 皇帝赵曰 先皇 先皇后排位 供奉 供奉于相国寺 特令月瓶 带朕为父皇母后进香 为天下百姓 为天下百姓祈福 亲子 臣妻 臣妻领旨 你们此去荆州 路途遥远 正给你们备了一些过冬的被褥 多谢皇上 多谢皇上 这外面的世界天大地大 再也没有东西拘着你了 你好好活着 皇上 以后一个人在宫里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你成为不好 不可掂量 好了 别啰嗦 朕又不是小孩了 朕把自己心肩上的人交给你 你可一定要照顾好他 臣此生绝不纳戒 这辈子只会有软软一个 好 朕信你 时间不早了 你们也快启程吧 是 心肩上的人 王 王爷 你说瞧不瞧 月嫔在去向国寺的路上 遇到了劫匪 马车坠崖了 什么 竟有这事 欺骗本王很好玩吗 王爷在说什么呀 真听不懂 要不要本王让人把马车追回来 看看后面箱子里 到底装的是棉被 还是人 不用了 王爷料事如神 朕只想让月嫔 也离开皇宫这个牢笼 本王还真是小看你了 那你知不知道 欺骗本王 效尚是谁 所有事 真一人承担 真以为我不敢杀你吗 王爷 暗老那个刺客跑了 什么 暗老里里外外全是高手 他还伸手重伤 怎么跑得了 那刺客身上有迷药 他这狱族送饭 打开牢门之际 行 先把皇上送过去 是 给本王搜 是 你这是做什么 当然是搜查 你以鬼灭铁器 勾结的证据 王爷若是记恨朕 放走了月屏 朕随你出发 但是你不能污蔑朕 你敢在本王眼皮子底下 刷小松 是不是污蔑 待会儿自会见习 李王爷 没有任何发现 王爷 你搜也搜了 并没找到什么证据吧 对 皇上的心 倒是日益渐长 本王岂能再被你听 这屋里面是搜过的 可是你身上还没搜 王爷到底在搜什么 要是要镇死 也要镇死个明白 凌峰逃走的是 世卫深重的味药 与那日你在客栈采访 对东陵人使用是一样 你怎么见 没错 那个迷药是真给凌峰的 反正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帮你 帮我 是 是 真故意把迷药给他 就是为了让他引出同伴 然后一网打尽 你当真不认识鬼灭天气 真定抓住那些死士 证明给你看 明日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可千万别让本王失望 客官 这边请 人在里面 走吧 公子长得可真俊 咱们这美人多 两位一起来 你干嘛 放开我 不抓人了 这人要是跑了 你又挂到镇头上 这么可不想再被误会了 我们不是那种关系 这位是我哥 他就是来抓我的 你们不要误会啊 你解释一下 旁人怎么想 别想我和他 你别拉拉扯扯的 放开 各位 我这位兄长啊 有龙羊之号 你说什么 王爷 我瞎说的 谁让你不解释 朕只能瞎编了呀 皇上年纪小小 懂得还不少 竟然还知道龙羊之号 那要不然 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 我 王爷 东陵大王子正在二楼 与鬼面可惜会面 四面有安慰把守 我们的人无法靠近 去吧 是 想不想去见见世面 什么 王爷 都准备好了 下去吧 皇上 选一个吧 朕选 朕选 朕选他 那就换衣服吧 让这一个大男人 穿个女装 瞧着是挺别扭的 王爷 王爷 准备好了吗 他们来了 听到他们谈什么 回来告诉本王 嗯 本王办完事后 会在楼下接应你 朕知道了 皇上身份尊贵 莫要被人占了平 这是霹雳猪 说有什么意外 你也没了 资会有人出来护你 朕知道了 客官 这边请 这酒楼的舞女 琴弹得如此烂 诶 大王子 你想要的东西 我已经找到了 当真 那是自然 天上没有白掉的馅饼 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你 帮我救一个人 谁 此事难度甚大 不过可以运作 哈哈哈哈 就知道大王子自有办了 这是其中一半 试成之后 我自会奉上另一半 好 来人 上酒 嗯 我让你走了吗 给本王喂酒 你这双眼睛真漂亮 像我一位故人 王爷 您没事吧 杀了几个奸细而已 皇上呢 皇 皇上还没出来 怎么回事 哦 不忘记告诉 前些日子 被萧原虫追杀 刚从他手里逃出来 他正全虫抓捕 阁下 拿我当挡箭牌啊 没办法 谁让我总是麻烦缠身呢 也罢 你先走吧 萧重渊抓不到你 也不敢耐我喝 那就多谢大公子了 站住 本少爷让你走了吗 你如此着急走 你找死 王爷是要逼我出手 原来是王爷的女人 我实在不知 杀了她 萧重渊你敢 王爷 现在还不是杀她的时候 往那走 朕刚刚听到 这东陵国大王子 好像在找什么地方 那个刺客 刚好知道这个地方 但是他们说的太隐晦 朕也听不懂 你混蛋 你能跟那个东陵王子 喽喽抱抱 本王碰一下你都不行 你在胡说什么 我说错了 我给你的东西 为什么不用 本王的嘱咐 你忘了 既然你不自爱 本王又何须珍惜 你不能这样 真是男人 你放开我 你想用这个来害我 你让朕去打探情报 朕想活命 只能照做 你以为 朕想被一个陌生男人抱着 穿上女装 去被人亲见吗 小眼虫 是你让朕去的 还有这个玩意儿 根本就捏不动 那是要用巧劲的 回头我再教你 行了 别跟娘们一样 哭唧唧 要不然 你打本王一下猪猪戒 打你阵手疼 那你想怎样 王爷这是信真啊 谢谢 你之前的骑射谁教的 怎么连最基本的都不会 就你这技术 看不愧哪天就试到本王 那怎么可能啊 我 正从小身体雷弱 本来就不是射箭的量 要不还是算了吧 因为你不锻炼 所以身体才会雷弱 以后 你的射箭 我来瞧 还真是会够人 禀告王爷 卑职有钥匙相告 没事 王爷 这不方便说话 请您换个地方 记着令 王爷 我收到可靠线报 东陵大王子 带着数百匹战马 来到我大处 只对于我们来讲 是一块大肥肉啊 这东陵的皇帝有点意思 先后派两位王子过来 是想看哪位王子 能和我们大处合作 那 王爷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桑天宁已经回去了 不出意外 桑天宇最近 也会有所行动 是 手下定会盯紧他 才练了几个时辰 你就受不了了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啊 我看你就是想借个机会教训着 小心眼 本王想教训你 办法多的是 用不着陪你在教场 下两个时辰 正胡说的 王爷你大人有大量 就饶过真吧 几次三番遇见 本王以为你要能学点本事 就不用自此都要别人来求 可现在看来 是我想多了 以后不用再练了 有了自保能力又如何 正始终逃不出 顺着我们的手招心 等一天 王爷说服了旧臣 稳固了朝堂 还会让这活动 禀报王爷 果然不出王爷所料 桑天佑派人给各大旧臣递了败帖 约他们几日之后到客栈厅去 这个桑天佑有点意思 对了王爷 属下有个副将孟安 十分崇拜王爷 他有份礼物想送给王爷 你们几时也学会了 思想授授的女孩了 没有没有 王爷 属下只是觉得 这个礼物非同寻常 定能讨王爷喜欢 才斗崽提上一嘴 若是王爷到时候不喜欢 退回去即便是 什么礼物啊 这么神奇 呈上来 一个女人 这就是你说的 非同寻常的礼物 王爷 您待会儿 就知道他的好了 属下先告退了 奴家将一 见过摄政王 摄政王千帅千帅千帅 永生 朱宇 你怎么来了 过来 快过来 你说你 为什么总是要本王生气 王爷 奴家是江一啊 王爷 不要啊 王爷 不要啊 王爷 你不是说要伺候大王吗 怎么 你不愿意啊 王爷 他就已套过奴家 王爷 莫乎光临距离 你怕了 崇茂的确想死 不是他 你接近王到底有什么目的 王爷 求你放过奴家 然后奴家一命 我说不要杀你了 哼 刀熊 大妈 吓我一跳 皇上为何难过 可是因为摄政王 知不知道人吓人吓死人了 哼 手下担心皇上安危 怕摄政王伤害皇上 便潜伏在宫中 暗中保护皇上 昨晚手下都看到了 因为朕喜欢摄政王 皇上 你别忘了 摄政王是颠覆大楚的反贼 是你的敌人 朕没忘 朕这条命 是他们拿命换了 朕没有资格贪情说爱 更何况 摄政王 怎么可能喜欢我这个傀儡皇帝 皇上 属下已在积极部署 过不了几日 便能将皇上出宫了 到时候 定能杀了那反贼 都会属于我们的一切 什么计划 借东风 那小子干得不错呀 那个女人找得不错 一下子就抓住王爷的心 过奖 过奖 就是王爷 为了让他留在承恩宫 夜夜成幸呢 王爷喜欢就好了 现如今呢 阻碍王爷登基的 就是一把固惑的大臣 是啊 这些人如此愚钝 拥护皇上 若强行夺得地位 必定遭反事啊 你说 小皇帝死了 他们还拥护谁呢 可是 王爷并没有要动 小皇帝的意思啊 以前自然不会 现在 你替他平 王爷的心 也就不变了 若是王爷对他没意义 那冷面眼望 天天让我练字 还不许我笑 还说什么 要带点忧郁气 家里又没死人 我天天哭丧着脸干嘛 可是 这都是做皇帝必要的功课呀 以前皇上都是这样的 别跟我提前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 对不起 这是 我将军给您的 这个事情 我在啊 这就是皇帝的情况 这人来了 这人来了 谁死你 住手 皇上 这畜生刚刚骂了我 可否交给我出去 皇上 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吗 我可是摄政王的女 正管你是谁 敢在镇院中撒野 来人 张嘴 看着 王爷 这鹦鹉骂我 王爷替我做主啊 来人 拿出去处理了 住手 这鹦鹉好端端在笼子里待着 没招谁惹谁 凭什么要把他带走 倒是这个女 朕倒是要问我 她为何擅自闯针请婚 王爷 他骂本王的女 就该死 还愣着干嘛 还不动手 王爷 这鹦鹉实在无辜 这样吧 若将姑娘喜功 朕就送给她 你这个贱病 王爷 奴家不是故意的 一个处是吧 无妨 鹦鹉也死了 你们妾撒了 赶紧给朕离开 王爷 你不知道 今天那个小皇帝 被我气的 跪下 跪下 本王让你在院中抄书 你跑皇上院中做什么 奴家抄书超累了 想出去透气 不知怎么 就走到了皇上那儿去 撒谎 别以为本王 给你几分好脸色 就可以为所拥 来人 把他关起来 王爷 王爷 奴家知错了 求你放过奴家吧 改正你自己的位置 否则本王送你去见一位 哦 王爷 查到了 那鹦鹉 是先皇送给皇上的生辰礼 皇上 一直很喜爱 撒 不过 这鹦鹉死了 皇上 好像也不怎么在意 他回屋后 鹦鹉尸体 一直扔在院子里 老奴派人收了 送给皇上 皇上说 只是畜生而已 随手扔垃圾堆了 去找一只 一模一样的鹦鹉 送过来 是啊 不是不练了吗 怎么还有空摆到这玩意儿 王爷让朕说剑 是为了正好 真不该小几对待 辜负王爷的心意 还在生我的气啊 吴公公 来吧 赔给你的 本王已经训练过了 正义是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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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王爷 昨天的事 我已经教训过姜姨 她以后再也不肯来找茬了 你还在跟本王赌气 你心中要是不高兴 就说出来 什么别扭算怎么回事 朕哪敢啊 你要是真看不惯那个女人 本王现在就杀了她 她是摄政王的人 跟朕有什么关系 你看清楚她的长相了吗 你只有多少人 像本王进现美女 本王一个都看不上 为何独独留了她呢 真不想知道 摄政王无须再说 莫非你一直知晓 本王的心意 对本王也认识 真不知道 真是男人 对王爷也不感兴趣 是男人又如何 本王要的是你这个人 王爷 将一生病了 想见王爷 有病就宣太医 找本王有屁用 混 皇上每天用的是什么喧嚣 总让人想如飞飞 就 就是一般的喧嚣 一般的喧嚣 嗯 那本王仔细问问 嗯 时辰不早了 王爷早点回去休息吧 好 下次本王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你 白天的事情 听说了吧 正把你的女人 教训了一顿 好好吃饭 别提那些 让人恶心的事 明日 桑天佑会进朝中 拜见老臣 不知道皇上 有没有兴趣一起去 朕去 合适吗 桑天佑的心思 皇上应该能猜出几分 无非就是挑拨离间 皇上去了 正好敲打敲打那些老臣 让他们知道 嗯 皇上跟谁是一顶心 朕明白 乖 好吃饭 皇上果然料事如神 提前派臣在此等候 朕身边都是硝烟虫的人 你可得小心 皇上放心 臣来时 已将那些硝小 全部处理掉了 若无意外 东风就在明日 桑天佑 客展之约 只是障眼法 此次 臣有时辰把握 救皇上出去 站住 见过皇上 想作威作福 好歹把根基给朕占稳固一些 你这才来几天 就敢给朕连色看 真把自己当盘菜 你算哪门子皇帝 不过就是摄政王仁慈 留你一条烂命吧 我可是摄政王的女人 等将来摄政王登基了 我就是嫔妃 至于你 怎么死都不知道 好啊 那咱们就来打个赌 看摄政王觉得你跟我 谁最重要一些 你 朕怎么死都不知道 但你怎么死 这可以预见 看来你这个傀儡 还真把自己当皇帝了 王爷 奴家今日被人无缘无故欺负 王爷邀请奴家 逃过一个公道啊 你冒犯皇上 死一百次都够 皇上留你一命 已是对你仁慈 还不滚回去 好好反省一下 王爷留下奴家 就是因为奴家长得像皇上 王爷根本就不惜爱奴家 王爷爱的是皇上 看来你既是活够了 来人 在 把他拖出去乱过打死 皇爷容命 奴家 奴家再也不敢去招惹皇上了 奴家以后就乖乖当个替身 王爷 再给奴家一次机会吧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把他关入冷宫 没有本王允许 不许他踏出去 还有 看好他的脸 别让他作强 不错 有进步 王爷 王爷 你没事吧 真不是故意的 流血了 太医 快传太医 爱是 你刚才是真想杀了我 还是不小心 怎么可能 正这三脚猫的功夫 怎么杀得了王爷 正还没有那么自不量力 皇上一直很聪明 应该知道以卵计时的后果吧 当然知道 当然知道 嗯 这 嗯 这是 是 有你在身边 有你在身边 不算 暗暂的分别 我还能够 想让你 今天却可占不安诚 这秀建小九龄 正很有了房神 看着吧 看吧 张大人真要将大厨交给一个乱臣贼子吗 花手私下叮嘱过我们 我们不得请去帮动啊 伯爷 此人并无心与我大处交好 此言差矣 本王对皇上并无二心 只是那乱臣贼子 竟然别想活着离开这里 先回去吧 皇上 趁这个机会赶紧逃吧皇上 好 无愧是摄政 果真了得 不过 王爷不会真以为张大人还一心向你了 杀 本王还以为你心甘情愿地在宫里当萧原虫的宠物 舍不得怎么 朕不会投靠他 更不会被你立 朕跟你说得很清楚 大楚内政如何 与你们东林无关 有气魄 若本王说 本王做的这一切 只会救你 朕宁可信太阳打西边出来 这么多年过去 你还真是一点没变呢 你认识朕 朵子 前面有一队巡逻士兵 为首的是萧原虫 现在该怎么办 大不了跟他拼了 我还能怕他不成 前面 朕有一击 朱子 敌人马上就要追上来了 你还有衣服干什么呀 快一起帮话 拿去换了 你干什么 换衣服啊 这么紧张干什么 出去换 都是男人 有什么不能看的 行行行 我出去 看什么看啊 做戏要做逼真一点 你是女人 男扮女装没见过 没有猴杰 你就是女人 是又怎样呢 好 女人才好 滚不寻人 车上的人速速下来 都给我走快点 不知大人有何事 那人得了肺牢 急需看病 还请大人 倒带贵手 奴家 见过大人 把面纱摘了 奴家 这病非纯人 大人 描述下来 大人 此人满脸红尘 因是得了急症 叫什么 奴家叫阿秀 何十字的例子 看过郎中 奴家 治病是治不好的 本王还从未听说过 得肺牢会长 带走 是 大人 小人不知 大厨有哪条法令 规定得了肺牢 要被关押的 放肆 敢在王爷面前提法令 还是同一个 大人 刚才我在那边 发现了东林大皇子 和皇上的踪迹 走 小的明明在那儿 看到东林国马车的痕迹 怎么会没有人呢 要不离山 阿秀 肺牢 肺牢对你哪里不好 已经连和外人逃走 没想到 大厨皇帝竟然是个女子 你说 本王若将这个秘密公之于众 那些旧臣还会用不你吗 只怕 整个大厨都会沦为笑柄 敢说一个字 真要你死无葬身之地 毕竟是女人 别这么暴力 不如 给我讲讲条件 本王也许就答应了呢 什么意思 不如 你以公主的名义嫁给我 本王帮你夺回大厨政权 这有什么区别 无非就是 赶走了萧原虫 让你掌控大厨 若你想做女皇 本王甘愿做皇妇 我是认真的 你好好考虑一下 本王与鬼面铁骑 两面夹击 定能杀了萧原虫 扭转局势 本王与萧原虫不同 他夺了你的一切 而本王 愿给你所想要的一切 有意思 你为何对政这么好 本王当然也有思想 事成之后 本王要做你的后宫之主 将来 皇位要由我们的孩子记者 你好好考虑一下 想通之后 随时给我传信 萧原虫今晚找上门 靠你身边那个铁骑 可挡不住他 你先走 这里有我 住手 将跟你们回去 放了他 今天 你们谁也别想离开 老巫 你干什么 王爷吩咐过 不能上级皇上性命 老孟 你给我撒开 这么多年了 我们死了多少兄弟 才好不容易 拿下这大际的江山 可正是因为他的出现 王爷迟迟不肯登基 你给我让开 只要能替王爷登基 死性障碍 胡争就算是死 那也值了 凌风 老巫 令王爷 吴将军左眼受伤 正在包扎 人找到了吗 没有 若非皇上提前安排 便是有人在暗中相助 说是做什么 还不赶紧去找 是 是 你到底要逃去哪 王爷 小皇帝折服在宫中 韬光养晦 等的就是今日 他一定是要逃出神宫 然后 举命反攻的 求王爷下令 诛杀小皇帝 登基 成帝 他是被桑天佑劫走的 王爷 事到如今 你还没有看清楚吗 那个小皇帝 他就是一个白眼狼 等他攻入皇城 是不会对您手下留情的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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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能进 皇上万岁万岁 万万岁 就说了嘛 小皇帝暴毙了 摄政王登基 免三年科捐杂碎 还踏射天下呢 哎呀 对咱们老百姓来说 谁做皇帝都一样 只要能吃饱穿奶 不用死人就成 据说摄政王 还是镇南王的时候 便爱民如子 摄政王果真狼子野心 不必多说 不必多说 皇上 明日 我们就去四方山 会见铁面鬼旗 申量读回皇位事宜 小元虫登基了 真以为 新朝换旧朝 必会国家动荡 可真想错了 这一路行来 大家只是当热呢 好像并不在乎 皇位上的人试试 小元虫确实好手段 是啊 小元虫有雄才大略 有安邦定国的手段 他确实比朕 更适合做皇帝 皇上是要放弃复国吗 嗯 这一路以来 辛苦你们了 皇上 这是臣祖祖辈辈的侄子 可 皇上当真想好了 不仅如此 朕还要解散鬼面铁机 皇上 人已经查到了 在四方山清河村 是否动手 他还好吗 可有受伤 能跑能跳 并无异常 没有朕的命令 不许让他分毫 是 是 退下了 初遇 你当真要起用鬼面铁机 与本王为敌吗 初遇 离开了皇宫 刺维米过得还好吗 谢谢大家 王上 如果你想他 就把我当作他吧 你好大的胆子 王上 他已经死了 你就给奴家一个机会 就算是个替身 奴家也愿意 你也配 江医也罢 楚玉也罢 王上 不就想要个傀儡吗 奴家愿意 你想做替身 本王成去 来人 答应他下去更衣 奴家愿意 谢皇上 皇上 疯了这么久 湘皇也该出兵 走快点 坐下 都不是都不是 继续搜 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住手 放了他们 是小元崇命你来抓我的 不错 星皇命我 斩死除根 识相的 就把鬼面铁骑唐身之处告诉你 或许 我可以给你留一个权势去 放了这些村民 他们是无辜的 前方就是四方山了 应该 逆党就藏在村里 整个青河村的村民 一个都不能放过 把柴火架起来 不要让任何一个村民 跑掉了 别放火 四方山地形复杂 我带你们去 好 算你小子实效 前面没路了 好啊 你居然敢骗老子 等一下老子把那些村民 全都没 你 你 你个混蛋 你个同王 老子 老子 骗了你 你 啊 王爷 啊 啊 啊 王爷 吴昌 别说了 我送你回去 王爷 吴昌 吴昌 该死 伤到了 王爷 这好的日子 我 我 我刚才害怕你了 你 你 要死 你 小 我 你 吴昌 吴昌 吴昌是我杀的 你也亲眼看见 要杀要剐 你随便 不过 还请你放了千和尊的村民 你 我 现在小声 你用偿 不许动 你疼不疼 不疼 你根本跟我回去 小元冲 逼光造反的人是你 逼死我父皇母后的人也是你 我不会跟自己的仇人在一起 你这段时间在明前 应该也听到了不少 看到了不少 你父王横征暴怜 让百姓流离失所 哭不开眼 你知不知道有些地方 甚至出现了一早而时的惨状 即便不是我 也会有另外一个人揭开而起 后悔自己的选择 你如要狠 接受 如果你愿意跟我回去 我会还你一个和亲海燕的天下 届时我便只做摄政王 在你身后付出你 我会考虑的 近日冬令国 好像要对大厨动手了 桑天佑的人 发现了我们的铁框位置 还把我们制作的火器给拦起了 那如何东陵 必为一战 这是最后一个点了 东陵国必败无益 看见蜂蜜 蜂蜜 刚刚好像躲散了 都给我住手 你当真要救他 别废话 你可考虑清楚了 小冤虫窃了你的国 杀了你的家人 你就这样原谅他了 那是我跟他的恩怨 与你无关 不如考虑一下我之前的提议 与我联手 大厨还是你的 你在东陵国经营这么多 现在突然说要放下一切 助我登基 你就没有什么阴谋 若是 本王说 本王是真心喜欢你呢 少废话 你以为我是三岁小孩 你都给我退下 都住手 小心 桑天佑 您为何 你现在 相信我真心 欺病皇上 东陵大王子重病 御医束手无策 是否送回东陵医治 若把他送回去 便无法再牵制 东陵国主 这 父皇 若他死在大楚 咱们便与东陵国 结下了仇怨 将来他们与南越联盟 大楚威以 可若把他送回东陵 东陵国主 必会感念父皇仁慈 即便他最后不治而亡 也与咱们无关 太子 太子所言不错 便把他送回去吧 多谢皇上 多谢太子 桑天又死了 快走 本来想带你回宫 可之前强迫你太多 你既要自由 我也就不勉强你了 是啊 困在宫中这么多年 身不由己 心不由己 这样的日子我过够了 趁着现在年华正茂 想出去走走 你有想去的地方吗 我先回千鹤村吧 等我想好再出发 好 皇上 马车已背靠 我真的是我很抱歉 他不是我指派的 我也从未想过要害你 嗯 我知道 还有公顺的江一 我也从未碰过他 毕竟 他已经替你入了皇陵 也算是死得其所 今后天下辽阔 任你翱翔 请你去求一个平安符 给我看看 谢谢平安符 那这平安符 可是珍负你去求的 保释正王早上 路上消息 你这是皇上交给你的 你不再再好的风景 皆无礼 梦正正 楚公子不必多问 告辞 你不来 再美的天地 都浪静 禀告王爷 东陵国三王子 离十万兵马 向大主宣战 变官告急 整兵出发 遵命 祝宇 我活着回来 皇上 敌军太多了 我们快走吧 敌 敌人来了 那边 不是敌人 是我们的天气 楚 楚月 她竟然是个女人 小骗子 皇上 这位是我们 鬼面铁记的 统领 御主 胡等愿归顺大进 任凭拆遣 皇上 这是 不该问的别问 快先休息吧 我怕我睡着后 你就走了 你不是要给我自由吗 现在东陵退兵了 我也该走 朕是乍气 朕匆忙迎战 哪可留你 朕那是便想 若我能活下来 便是天涯海角 朕也要找到你 此生再不放手 朕不求你现在答应我什么 只求你给朕一个 走向你的机会 哪怕你永远不原谅朕 只要在朕身边就足够了 不想再失去你了 我答应你 我不走了 反旨 以后大进后宫 只有玉皇后一人 见他如见阵 遵旨 你不觉得 皇后有点像一个人 像什么人 有点像那个 新疆的歌迹 新疆的歌迹 试团 试团 现在正感觉 像在做梦一样 无人可避免 在梦里面 无人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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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画面 我梦见你穿着女装 走 天灯 天灯亮起 天灯亮起 相聚别离 人来人往中更起 分下眼灯 分下眼灵 寻一个你 不复四生 不复相遇 不复偏 相哭 海虚 只为独尼 天灯 他便轻轻 寻一个你 不愿万里 只为消息 天灯亮起 天灯亮起 不复你 不复你 我有点害 你清醒 我会很温柔 父黄 母靓 似案 似案 不复你 还能 忍